2007年,中国一位9岁男童被香港禁回大学录取 没错,人家9岁就上大学了 按照学生和学校的规划,他将在5年内获得硕士学位 2011年,年仅13岁的沈诗君成功获得硕士学位 提前一年完成了目标,之后他又远赴美国深造 并于2017年获得博士学位 之后,18岁的沈诗君又到美国名牌大学UCLA数学系担任课作教授 那么,如今的沈诗君又在干什么呢? 本期最正无忌,就带大家走进神统沈诗君的成长史 1998年,沈诗君出生于中国香港,父亲是印尼华侨 其宗族父沈青江是印尼安班兰中华总商会主席 原籍中国福建安息金谷镇渊都村人士 在1966年的时候移居香港,后来成为香港多家公司的创始人 保守估计资产上益了 所以人家沈诗君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孩子 沈父非常重视教育,家中有两个儿子 沈诗君是老二,哥哥沈一某同样是神童 其在14岁时就考入了牛津大学 作为富三代的孩子 他们注定享受了最好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家庭教育 毕竟其父亲是一个富二代 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去搞钱 专心教育下一代才是最重要的 小时候的沈诗君并没有在学习上展现太多的天赋 但在父亲的培养下 沈诗君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 虽然成绩一般 但是沈诗君却看了很多书 这其中他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演义》 他非常喜欢书里的诸葛亮 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诸葛亮一样的智者 幼儿园时 沈诗君喜欢下棋 玩大富翁和乐高积木 现在看来这都是有钱人的游戏呀 不过沈诗君和大部分孩子不一样的是 他从来不打游戏 不看除新闻以外的电视 也从不怎么上互联网 后来当沈诗君成年后 他在大学里演讲时 痛迟当代大学生 只知道拍拖与打游戏 他觉得这样太幼稚了 这样的说辞也引来了大量网民 以及大学生的不满 为此沈诗君的回应则是自己太成熟 的确小时候的沈诗君并没有太多玩伴 他每天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 而沈父后来在谈起自己的教育理念时表示 自己每天都坚持与儿子聊天15分钟 了解儿子内心想法以及成长进度 2004年 6岁的沈诗君开始读起了一年级 上学的第一天 沈诗君就把语文课本全部读完 第二天又把数学课本全部学完 第三天把剩下的课程全部学完 这让老师和同学们惊讶不已 而接下来的课堂上 让老师更加惊讶 他根本不按老师的课程安排学习 而是开始学习二年级三年级 甚至是五年级的课程 老师健壮 好心提醒沈诗君的父亲 小孩的学习最好一步一步来 要打好基础 父亲却坚持地说 孩子一天能看完一本书 为什么要让他学一年 那样只会让他产生厌学的情绪 老师听后气得只要投 2005年 沈诗君14岁的哥哥沈一某 考入了牛津大学 沈诗君和父亲一起到英国陪读 这期间 沈诗君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便读完了三门英国高考科目 之后他又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读完了八门会考科目 2007年1月份 年仅9岁的沈诗君 参加了英国高级程度会考 最终获得了2A1B的成绩 分别为纯述科A 进阶数学A 统计学B 这样的成绩对于9岁的沈诗君来说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因为牛津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同香港科技大学 都要JCEAL3A以上 所以沈诗君还是遭到了 这些重点大学的拒绝 失落的沈诗君原本打算 在父亲的安排下继续复读 这个时候 香港进会大学 向沈诗君发来了邀请 希望沈诗君可以到进会大学 数学系就读 香港进会大学是一所位于中国香港的国际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为香港教资委资助的八所公立大学之一 目前在全世界排名264位 这个排名已经超过了很多内地的985大学 所以沈诗君选择接受邀请 就这样 9岁的沈诗君上大学了 一时间 他在香港乃至全中国活了起来 也成为了香港最年轻的大学生 年仅9岁的孩子就考上著名的进会大学 按理说是大好事 但是当年这条消息轰动了整个香港 人们议论纷纷 沈诗君虽然智商很高 但是情商和心智远不足以应付大学生活 沈父拔苗助长的做法会不会害了儿子 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 因为关于沈同的培养 如果家长无法正确引导 孩子就容易成为了伤重勇 泯然重人 不过沈诗君不是普通人 他的父亲更不是一般人 大家的担忧在他们身上毫无作用 2007年9月 香港进会大学迎来了最小大学生沈诗君 为此该校特意举办了发布会 沈诗君和其父亲双双出席 发布会上 沈诗君不时在父亲讲话时 做的古怪表情 仍显孩童一面 人们无法想象 这么一个幼稚的孩子 要和比他大十多岁的同学们 一起生活学习了 在英国的时候 哥哥沈一某经常会带一些同学回到家里 沈诗君和这些哥哥们 在一起聊天相处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还会开一些数学辩论会 所以沈诗君还是相当憧憬大学的生活 在记者会上 香港进会大学 熟理校长陆大璋表示 改校将会用心培养沈诗君 配合香港进大全人教育的目标 进大将为沈诗君提供为其夺身定造的课程 进大将提供一个 五年修读学士及硕士学位 令他学习有更大的弹性 进入大学后 沈诗君果然兑现了自己的天赋 在进大的第一次测试中 100分满分的微积分方程 沈诗君得了99分 位于全班第四 在大二学期的期末考试中 沈诗君一共考了六门课 其中四门是有关数学的 当成绩下来的时候 沈诗君的成绩都接近了满分 在学校的评估下 11岁的沈诗君被允许毕业 成功获得了学士学位 之后 沈诗君又打算 在该校继续攻读硕士 这则新闻在当时 再次引起轰动 上研究生后 沈诗君开始独自上学 放学 家住香港湾仔的诗君 每天在上学的路上 就要花费45分钟 沈诗君每天的生活 都十分有规律 每天早上8点起床 晚上9点睡觉 晚上放学回家后 他还温习 两三个小时的功课 电视和游戏这样的娱乐 他一概不沾染 2013年 13岁的沈诗君 获得全日制数学理学士 和数学哲学硕士双学位 提前一年完成了学校 对他的规划 2013年11月12号 香港晋会大学 为沈诗君举行媒体见面会 记者会上 沈同侃侃而谈 经历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后 沈诗君已变得成熟高大 面上少了志气 更长出少许胡须和白发 面对大批摄影记者的美光灯 他显得非常淡定 谈起接下来的打算 沈诗君表示 自己将会在一周后 远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沈诗君为什么要去美国呢 对此沈夫表示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有不少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才 而且在此之前 沈诗君看过 沈诗君看过该校两名教授的研究文献 认为与自己感兴趣的 函数分析内容相继 所以才有了留在美国 攻读博士的想法 进入该校后 沈诗君的心智逐渐成长 其父亲没有选择继续陪读 而是让儿子一人去美国深造 在美国导师看来 沈诗君热爱学习 做事专注 年龄小让他心无杂念 专心于学术 这是他的优势 最终沈诗君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就获得了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博士学位 而这个时候他才18岁 18岁的博士的确少见 逼着当年18岁才刚上大学 我们之前介绍的张新阳 也是在16岁时才开始攻读博士 博士毕业后 沈诗君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了 他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到底要干什么 最终沈诗君选择继续留美 2017年 他接受了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 UCLA的聘请 进入该校担任数学系助理教授 教授育人是沈诗君喜欢的事情 他希望自己可以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 如今23岁的沈诗君 在美国知名大学里担任副教授 并且加入了美国国籍 早已经没有了回到国内的打算 他的成功有很多物质的加持 但不得不否认 其父亲在教育孩子方面 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对于神童 有很多人存在不一样的看法 很多父母会觉得 这样的孩子失去了童年 也失去了很多快乐 但是沈诗君自己却不以为然 他表示如果有第二次机会 我仍会走同一条路 我不后悔 其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 和生活方式 不论自己选择了哪一条路 只要确定这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 自己可以过得开心 不会后悔就好